在我们镜头前面的呢 这位是湖北武汉的肖于庆 我们认识好几年了 对对对 那么这一趟呢 他又来到了青岛 那么我呢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配合的比较好 因此呢就是说呢 在这个维权的案例当中 也有成功的 对对对对 那么就是说 在你成功的案例 据我了解的话 就是有一个叫 李国庆的这个案件 算是比较成功的 华夏记者 华夏记者 华夏记者上 那么 华夏记者我 对 华夏记者我 那么 那么下面就是 能不能就是说 请小老师把这个维权的成功案例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然 当然 就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媒体呼吁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关键还是靠自己去努力 对对对对 你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 可以 嗯 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08年 也就是我国举行奥运会的那一年 当年我是 在武汉市呢 因为我们这个群体 是在60年代的 是自愿农村 青岛和政府的安排 到农村查贷补铺的 是全家的 当年的政府的承诺呢 是35年后给优胸回城 所以说我们在文传路上呢 今能介绍 由华夏记者网站 帮我们维权 所以说帮我们维权的这个道路 这个整个个程当中呢 由我们亲自到北京 签订了一个训练协议 这个协议呢 意思就是帮我们维权 就说它是有离世背景的 它曾经读过温种旅的离讯 这么呢 我们看到它的这些合影照片呢 和它的所有的这个情况反映里的这个资料呢 深以为信 首先我们就付出了十万款项的受理费 在案例成功以后 如果说我们的维权成功了 政府赔少了我们多少钱 当时它提取的要求 这个案被一分之八提取 我就说这个问题呢 比较复杂 当时如果说整个数字来看呢 其实很大 那么李慧庆呢 他是当时的李区长 他就说了 那这个事呢 以后再说 现在呢 你们先把这个十万款项呢 交起 我们立即采取呢 这个 帮你们维权行动 后来我们呢 后来我们呢 通过多方面 这个找群众呢 这个 赞助 好不容易呢 筑结了四万块钱呢 交给了他们 交给他们以后呢 他们在当年的奥运会结束以后 他们来了三位记者 到武汉 来武汉呢 我们全城有我们负责安排他们的聚首 包括他们返回北京的参与费 费用 当时来了一个 《法治日报》的主编 叫万元林老师 和一个 《人民日报》的 一个记者 这个民主想起来了 由李区长李慧带领他 商人在武汉 《法治日报》的三天 三天当中 我们呢 群众呢 都基本上就是代表性地跟他见面了 见面了以后呢 他就把他们送回本薪了 跟他们买好返程机票 都送回本薪了 我们在民意上呢 付出的是十万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招待各项费用上呢 是产不争夺的 花去的费用也是挺多的 知道吗 那是无法计算的啊 后来呢 这个事情呢 他就跟我们 发了一个简报过来了 就是情况反应 这个情况反应里 内容呢 是由张云林 万元林 这个老师的 举笔的 万元林老师举笔的 当我们拿着这个情况反应以后 向武汉市人民政府专办反应这个情况以后呢 政府说这是假的 不可信的 是吧 我们说这么大的 华夏记者网内刊嘛 情况反应怎么会是假呢 到底是政府在说谎话 还是李国庆在说谎话 引起了我们很大的警觉 后来在万邦无赖下 经过了几年的 这个生俗 去程序 最后去南京找到了森林同志 由森林同志呢 帮我们呢 将这个笔笔 面纱截开了 截开了以后呢 在双重的 鲁笔下 我们几经取得了 由于森林同志的大力帮助 加上我们自身的鲁笔 武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佩服 李国庆将这个十万块钱 退还给我们了 但是呢 费用呢 由我们支付 就是他输的 有收据收的 十万块钱退给我们了 这就是我们在 于华夏记者网站的五年的围传 这个所复取的 不说服的 以上这些情况是真实的